由李玉璽和小敏 吳欣提主演的全新經典劇 二座劇之吻 今日舉辦首映會 兩人也當場重現劇中的 樹東之吻 全場陷入一片瘋狂 我上大學之後 一定要找一個比你帥一百倍 總可比你好一百倍的人 可以拿諾貝爾獎 當運動人手 哇 小敏實在好令人記住啊 戲裡戲外都能被大帥哥李玉璽親 太可恨了 快跟大家分享 玉璽的嘴唇是什麼觸感呢 有點像棉花糖或果凍般的感覺 這也太回修了吧 棉花糖喔 就是軟軟的啦 然後很緊張 我是覺得因為我們在要拍之前 都就會先抹上 可能它是抹唇蜜啊 然後我是抹護唇膏 然後那個口腔的 方腔劑也噴了一下這樣子 所以就是也不會 就是盡量帶給對方舒服的感覺 所以是OK的 被帥哥吻絕對是超舒服的吧 不過也讓人好奇 現實生活中李玉璽 有過這樣霸道的吻嗎 我是主動型的啦 對 當然 這麼霸道我其實會害怕 我比較是試探型的 怎麼試探 就是可能就是在跟之前女朋友對看的時候啊 然後如果她一直看我都沒有離開 就是好像可以靠近 然後就慢慢靠近也沒有閃過的話 就知道是她默許了這一切 我就嗯 就就敢這樣子 但是如果是像戲裡面這種 就是直接不管 直接就是聽上去的 我是還沒有做過啦 當然這樣霸道的我 也是要看人做的 如果是本來就自己喜歡的人 然後這樣子的清純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不是喜歡的人 就可能會很害怕 你會生氣嗎 可能會報警吧 沒有啦 就是會被嚇到 男生們可別亂模仿喔